我们现在要制作的是画面上这个半立体文字的效果 那它只要用到这个一些笔画的技巧呢 还有这个透明度面板上面的一些设定就可以完成了哦 好,我们开一个新的答案来制作 好,首先呢,就先输入文字 好,这个文字呢,可以找比较粗黑一点的字体来制作哦 这样子呢,看出来的那个视觉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这个字体里面呢,可以填一些渐层色在里面 再把它拉大一点 好,再来呢,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要先把它建立外框 建立外框呢,在控制列的文字这边建立外框 好,建立外框之后呢 我们可以帮它填外框的颜色 外框的颜色 填一个浅绿色 好,那这个外框的颜色呢 我把它指定的宽一点变10pt 那这个文字呢,我们一般在填外框色的时候 如果外框破粗的话呢,它会覆盖掉文字本身的颜色哦 那我们现在来看,要怎么样让这个外框呢 它有它的粗细的效果 但是呢,又不会遮盖到文字的颜色 那在这个设定呢,我们要用到的是笔画面板 笔画面板 在笔画面板里面呢,它有一些这个对齐笔画的设定 那它预设呢,是制中对齐 也就是这个外框的颜色呢 会对齐在这个路径的中间 那它还有内侧对齐 那当然我们不是要内侧对齐 我们这次要选的是这个外侧对齐 就是外框的部分呢,是从 这个蓝色的路径以外再开始延伸扩展出去哦 另外还有这个尖角 文字的外框呢,它在转角的地方呢 现在都是比较尖锐的状态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种圆角 它就是比较圆的状态 感觉会比较柔和哦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帮这个文字呢,填漸层色 好,漸层色呢,开启漸层面板之后 在色轴上面点一下 我们的文字呢,就会变成漸层色了 那这边呢,先改成我们要填的颜色 把它改成绿色漸层到黄色 好,那这边呢,我们要改的是 把它变成放射漸层 所以呢,在漸层面板的类型这边呢 就选放射状 那这边我们要用的是 所有的文字呢,共用一个漸层 一个放射漸层 而不是像现在呈现的这个是 每一个文字呢,它是自己一个漸层哦 那这一个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工具箱的漸层工具 我们可以选这个工具箱里面的漸层工具 那就只要在我们要画漸层的范围呢 用漸层工具 直接拉一个漸层的范围出来 我们开始拉的地方呢 都会是漸层的中心点 也就是这个漸层色的中心色这边 好,那漸层我们拉的宽度呢 就会是漸层的轴距 也就是漸层的整个演算颜色的距离哦 好,那这样子呢 文字的本身漸层色加外框色呢 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帮它做一个这个 反光的这个一个块面 那这个反光的块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椭圆形工具来画 好,那画完之后呢 把它调整成没有外框 然后填色呢 用白色的填色 好,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调整成这个 跟文字一样的宽度大小 缩小一点 然后让它有一点点位移 好,接下来呢 点着这个白色的椭圆 然后我们要用到透明度面板 这个混合模式 渐变模式这边呢 直接选成柔光 这样这个反射文字 这个反射光文字的效果就完成了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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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